你覺得鬼真的生死存在嗎? 你對鬼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對這個東西原本是很貼詞不信邪的 我非常的無神論 但我工作之後才漸漸的感覺的到 然後甚至看得到 其實鬼月期間 布林鋼也是辦過一些案件 有沒有一些也是讓你覺得很難忘的案子 我之前辦一個案子就是 那時候在處理刑事的死亡案件 那處理完到一半 我的女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處理一個女生 然後她長怎麼樣 長相怎麼樣 年紀怎麼樣 然後大概什麼特徵 我說沒有 怎麼你怎麼這樣子問 他說他就是夢到有一個女生 全身死他大距倒他就是講 講說 我有些案子想要跟你說 這樣 那我叫什麼名字 長怎麼樣什麼特徵 非常非常的清楚 希望男朋友可以好好的幫我辦理 好好的處理這樣 那他就被嚇醒了 因為非常的真實 好像莉莉在目一樣 他是在夢中就直接講到說 希望你男朋友可以去幫他 對對對對對 那他馬上跟我講 馬上打給我 我說沒有 我沒有處理這個案子 就到了隔天 早上大概7點多 電話響起來 說在我們車區內 某個大牌 卡一個服屍這樣 那我就是跟同事 制服警察去前場看 就是撈起來是一個女生 那個長相啊 穿著啊 特徵跟我女朋友講的那個一模一樣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就處理完 那死因當然就是他窒息而死 那是溺水這樣 我女朋友就因為這樣子 好像常常頭暈 然後嘔吐 睡覺也睡不好 都會做噩夢 可是我聽到這邊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指名要找你 而且為什麼不是跑去找你女朋友 好 對啊 這個問題就來了 後來我帶我女朋友去看醫生 醫生說沒有啊 你這個可能就是身體太虛 居然是需要休息這樣 睡個底天就沒事 可是沒有沒有好轉 反而越來越嚴重 哇 後來我們只好把他帶去 手機 去給那個師父處理 陽氣被吸乾了 應該是 去手機之後那個老師 法師就說 這個女子啊 那跟你有一些淵遠這樣 他希望你可以幫他好好的 處理這個後續的 香菸的部分 會沒有找我是因為 他那時候看到我身上是戴著那個錦帽 對他會害怕我們的那個 正氣錦灰這樣 他就觀察說誰跟我最親近 欸是我女朋友 那我女朋友剛好又比較虛 可能那時候輪班什麼 人間睡飽 趁虛而入 趁虛而入 對對對 就直接去找他這樣 然後請他偷話給我 那你女朋友知道你辦完這個案子 而且還真的找到了一模一樣的人 他沒有覺得怪怪嗎 他沒有覺得驚驚 他超級無敵害怕 我自己就分享過一篇就是 他是制服警察的時候 我們在路檢 深夜時分在路上領檢這樣 那對部說是過來 然後有一個男生 載著一個女性開過來 那我們請他停車之後 上前攀查碼 那我們同事就上去 攀查那個男生 我就一直負責觀察附近的狀況這樣 那後來我就 為什麼我同事好像沒有要看這個 副駕駛座的樣子這樣 我覺得很奇怪 我請那個駕駛座 請他把副駕駛座的窗戶 嘎下來這樣 那我檢查一下這個女性 所以奇怪 我看那個 嘎下來之後那個女生就不見了 本來跟女性坐在副駕駛座 嘎下來他就不見了 所以原本你有看到 有有有 他沒有表情 然後就坐在旁邊這樣 就一般的女性啊 那我就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想說怎麼沒有人這樣 請他把副駕駛座 叫他離開了 結果他副駕駛座 要離開 欸 那個女生出現了 一樣坐在那個位置上 動作跟剛剛一模一樣 沒有變過 我察覺有異 我說不好意思大哥 你再把副駕駛座下來一下 等一下我駕駛座 人就不見了 我說 同事說你是怎麼啦 我說不知道 你說你是不是太累是不是 還是你出現幻覺 上班上 上久了 那我就覺得這個有問題嘛 我說大哥 旁邊停一下好了 我再看一下你的後面好不好 他說後面怎麼了 我說後面看一下 他說沒有啊 我不要給你看啊 這樣 他拒絕我們給他檢查 這樣 這是OK的 這其實是可以的 是合理範圍啦 對合理 那我說那既然這樣 那你就離開吧 這樣 他從後面又嘎起來 我看 那個女生出現了 那我跟徐佐說 徐佐我想要去看一下 這個不是車子有問題 這樣 他說 好啊 你要看 你去看 那我就跟著他尾水在後面 這樣 他看在一處山區 到一個小溪的附近 停著 看私下沒有人走 他就把後面打開 把一個女生爆出來 然後就丟在那邊 準備要處理了 那當然這個 我們後來給他逮捕嘛 所以你跟學長坐在車上 去尾隨他 對 就開警車到後面 然後到附近之後 我們把車燈關起來 拔出我們的警棍 先警戒嘛 然後把燈什麼燈啊 什麼警帽子 整個燈都關起來 才不會暴露 那到了就看到 他抱著一個女生大體這樣 整個要 就是要做買的動作 那後來我們就是給他逮捕嘛 帶回來做筆錄調查 這樣發現 其實這女生跟他是朋友 那他可能對這女生是 追求不成 後續他就把他毒死這樣 毒死 毒死 好狠啊 所以那女的是出現在副駕駛座給你看到 對 沒有動作沒有表情就坐著 可能很悲傷吧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原本跟這一個男生還是好朋友 對啊 你第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麼 可能還沒意識到自己死了 真的 有可能 因為突然吃了毒藥 是不是會有這樣的說法 可能 人死後 變成鬼魂之後是 沒辦法第一時間意識到自己死 然後還會去坐著 往常的這種行為 這個故事我分享一個就是 之前不是花蓮火車翻覆單件 對對對 有個學長現在的在職 他就是有去到裡面去支援 他說進去之後就是一片黑 然後旁邊掛著很多石塊 跟一些人體的器官組織什麼的 那時候他們進去雖然是晚上了 所以他們已經前面的人已經 活著啊 在教宗已經拉出來去救援 送送醫 這樣剩下都是可能 找一些遺體這樣子 他們進去的時候就是一片安靜 只有他們心跳的聲音跟流汗 因為很熱 噴噴噴 他們到最裡面的時候 搜索過 欸沒有人 沒有大體 準備要往後面的車廂 繼續搜索 聽到有那個女生在尖叫 然後哭的聲音 嗯 他說欸 好不然那也無人 他覺得有人 他想要回去再 再搜索一次這樣 看能不能救出 真的把人救出來這樣 那他們就把說 就對了就是往後面叫 到後面去看 欸 沒有了 聲音也不見了 那他就怎麼說 怎麼會這樣子 欸小姐如果你有聽到我在這邊 你趕快呼救 我可以來 把你拉出來 把你救出來這樣 沒有人 一片無聲 他們又覺得很奇怪 很詭異啊 往回走這樣 他們剛翻過來這車廂 聲音又出現 又開始尖叫 這樣 大家都聽到了嗎 都聽到了 然後 我那個學長本來要回去 那個同事說 阿沒阿沒 可能都離開 不知道自己離開了這樣 就瞬間嘛 那個瞬間那個 衝撞力道太大 分開什麼的 所以 可能還在驚嚇當中 可能還覺得自己還活著 還怎麼樣的 所以不要再回去 就先這樣吧 先講究 目前還看得到活著的人 對 布林剛那邊好像還有一起 關於車子有關的案子 是不是 就是 連續燒炭的部分 在某一個地方會連續燒炭 這故事是我聽我學長講的 他已經退休 那也離世了 對身體不好 在他們以前的轄區 某一個地方 一個角落 只要到了某一個時刻 可能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就會有人開車去那邊燒炭 那都是來自外地的人 全面燒炭 那個地方是一個小巷子 小巷弄 那除非是在地點 不然就不會進去那邊 就是那個路是很小的路 可能就一部車子剛好這樣 怎麼看到那條路就不想開進去 對啊 超不方便的 然後結果他們是在某個時候 某一個特定的時段 就都會去那邊燒炭 都是不同人 有點像是日本的那個青木園樹海 就是會有一個集中 大家都會想去那邊 輕生 變成一個輕生的集中地一樣 那後來就是 首長也跟地方的里長 就是有 協議說請法師來這邊處理 那法師當然就是 先簡單就是進化 然後把那個現場處理好之後 比較少發生這個燒炭的案件 那後來就是又過一陣子 又開始了 所以他們就是派說 警察只要上班的時候 就要到現場去守望 其實我們警方不可能一直在那邊待著 我們有別的輕物跟別的業務要做 不可能一直在那邊 我們就會離開那邊 是啊 那離開之後又開始了 就是去那邊燒炭這樣 那後來我們首長就是 就請地方的法師去處理這樣 後來又比較少 可是又一直這樣無限輪迴 可能過個時間法律效力過了 就開始又有點燒炭這樣 那後來就是 那時候剛好我那個學長 那個叫幾哥 他那時候下班了 他又準備返回他的住戶處 他就聞到一個燒炭燒焦的味道這樣 那他說他們去現場處理這個案子 就是燒炭的案子 都會聞到這個燒炭的味道 他覺得很熟悉 那時候看時間 剛好是兩三點 他想說不然下班了嘛 就沒事去那邊看一下這樣 他就騎他的機車到現場 然後就看到有一部車子 停在那邊開著大燈 窗戶都關起來 有一名男子正在裡面 不知道在幹嘛 他過去關心說 先生先生怎麼半夜這麼晚 還在這邊逗留這樣 那個男生沒有理他 就是一樣在裡面坐著 然後眼睛睛閉起來了 他馬上打電話叫支援 叫制服警察來 同事來處理這樣 因為過來要段時間 他就找那個有沒有什麼 可以破壞車上的部分 擊破 對就是要找那個手邊 可以擊破車上的東西 那時候那個男生轉過來 看著他把窗戶尬下來 說你還不要跟我一起 要不要一起啊 等一下 他就嚇到 什麼什麼跟你一起 先生你跟我先出來 先出來 那他聞到裡面有那個很濃的炭味 他把他拉出來 那個男生說要不要跟我一起 整個人變得很詭異喔 脫出來之後 那個人就是昏過去 那可能沒有醒過來說 我哪裡在家 我怎麼在這邊 他自己也嚇一跳 怎麼在這裡這樣 那後來一查 發現他是外地的 那最近就是 他可能工作上有些問題 碰到一些瓶頸 那他就是 比較不順啊 那等他醒過來說 就在這裡了這樣 他覺得很奇怪 那我說欸極哥不對啊 怎麼會 我去問他之後 你怎麼會我拿這回答 他說 其實應該可能那個應該會是我 我說怎麼是你 他說 其實那時候我工作也不順 我想要辭職 我覺得當警察好累喔 我覺得很負面這樣 所以原來是 我想說可能是極哥 因為他那時候也想要救人 應該是救人的意念 把他拉回來了 是 不然他有可能真的是會 有可能是他 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味道會引導他 去那個地方 去那邊進行燒炭 可是我覺得鬼應該也是怕壞人 我舉個例子好 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去外面過夜 我們就是一樣 有時給他先敲門啊 然後問好 欸不然是打擾了 接住一晚 然後有打開門 然後能出去這樣 反正就都有做了這樣 該做都做了 都做了 我女朋友大概到了半夜 他就把我搖醒 他說 趕快起來 我說怎麼了 打開眼睛都是黑的 漆黑一片 他說 旁邊那個桌子上面 有東西在動就是 我們那個包包被拖動的聲音 然後拉電被打開的聲音這樣 我說 該不會小偷吧 我就趕快站起來 然後把燈打開 燈開 聲音就不見了 他說沒有那個已經拉很久了 拉一陣子了 他可能就從剛剛拉到現在這樣 硬剛睡著你沒聽到 我也聽到這樣 我睡不著 我說是喔 是怎麼樣 可是我沒看到鬼啊 他說沒有啊 可是就只有聲音這樣 他覺得很詭異 那後來我們就會把燈關起來 要繼續睡 我燈關起來 我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那聲音出現了 就繼續拖動我們形象的聲音 然後聽到有男生的名男生 就是低層的聲音 類似有點 呃 這樣 因為那時候有點累 我覺得有點不爽 我說欸 我剛才也跟你說 你是在亂什麼 你胸回去就對了 對 我覺得有點不爽 因為我那時候想睡覺 那他就嘶 嘲笑我們 嘲諷我們的感覺 那我就站起來 把燈打開 我說好 你別睡 我就都不要睡覺 來啊 後來這個聲音就不見了 就結束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怕壞人 其實布林杠他在工作中啦 也增強會遇到一些 有人是不禮貌的狀況 而且這些不禮貌的人 後來也遭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下場 一個學長就是也是星際 他跟我們分享這個故事 親身經歷 他再來是菜鳥的時候 去處理一個女生上吊 那他是在他的屋內的喇叭所 他坐著上吊 坐著啊 可以可以 坐著心聲 那他們到場之後就看到 制服警察跟他的學長 就站在門口抽煙 也懸聊這樣 他說欸 他怎麼不進去 你比較菜了你去處理啊 是你背勤耶 你處理這樣 喔好那我背勤我處理 他就去處理 他到裡面之後 他想要找那具大體 他找一間房間一間 慢慢找 他找了第一間 欸沒有 第二間黑的 進去之後他就往旁邊看 那什麼開燈要開燈嘛 他就感覺到他踩到一個東西 沒有那種東西 然後他覺得很奇怪 他馬上去摸那個東西 欸 好像是手還是腳 他馬上開燈 發現他踩到那個女生在手上面踩著這樣 他當下是覺得說趕快先處理 先把這個案子先處理掉 先拍照 就是做探查動作這樣 我們要拍圓景跟鏡照嘛 這個死者的臉部都要拍 那個年代比較久 要洗照片 要洗出來 他們洗出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欸 兩張是那個臉部特寫 是模糊的 是沒有辦法聚焦的 拍不清楚是不是 對對 他覺得欸 是不是那個相機有問題 還是什麼的 那個造型相機比較老舊 還是怎樣的 他就問學長說 欸學長怎麼會智商這麼特別 他說 欸 你是不是沒有先講 他要講什麼 他說 進去要跟他講說 拍誰我來工作啊 你要跟他講一下 怎麼都沒有講咧 就直接跟他拍喔 沒禮貌 沒打沒誰 然後就走掉這樣 學長也是很會教訓學弟耶 他說你又沒有教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菜鳥啊 好 那他馬上就是回到那個賓� 跟他講說大姐 不好意思這個事情 我是工作的警察什麼的 那跟你講一下 希望你不要見怪這樣 因為這樣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他的眼睛就開始一直 發生一些很模糊的狀態 看東西沒辦法看清楚 也不是這件事 就是覺得說 好像東西有一隻烏兒 擋著他的眼前這樣 那睡覺也睡不好 就順便平時也下降 做事情也不順 他就是去宮廟 也是去拜拜收緊 那師父也要簡單處理完 就說 因為太子站在你的前面 跨坐在你的前面 擋著你這樣 對 他就是去宮廟 他只希望你跟他道歉 因為我們常處理一些 死亡車禍 或是一些死亡案件 那他們的樣子 通常都不會太好看 都是比較 淒慘淒淋的樣子這樣 那可能甚至有的會 身所分開 當然我們是尊重的 所以我們是沒這個問題 不過有的同事就是 他到場之後 他可能就是 簡單的拍完照啊 然後圖畫完之後 他就在旁邊抽煙 他就一邊抽煙 就一邊說 這個怎麼那麼年輕就死了 怎麼死了這麼難看 類似像這樣子 有的會可能直接講 有的會看在心面 OS 我碰過這個是學長 是他心生經歷這樣 他處理一個你是女神 車禍 在那個高架橋上面 被卡車逆向撞死 然後他先把它一個一個處理好 放完那個三角錐 他在旁邊 唉 這麼年輕 如果當我老婆就好了 他講完這話之後 他覺得有一陣陰風吹過 那時候是晚上 傍晚下班時刻這樣 他就回家 他睡覺的時候 他感覺到旁邊躺一個人 他單身 他沒有任何的伴侶 他一個人住 他說他旁邊躺一個人 然後一直往他的耳邊吹氣這樣 然後他還跟他講說 我來了啊 他馬上被嚇醒 他說 沒有我剛剛是開門笑的 我不知道你真的會跟我回來 我不知道會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這麼當真 那你已經離世了 你離開這個世界 請你不要跟著我 我只是去工作而已 要嘛可能冒犯到你 我給你道歉 那還沒完 因為就被捉弄一陣子 工作上常接到那種類似的案件 只要是他上班 就會有死亡案件 比較機首的案子都找他 他覺得很受不了 因為案子一直堆在身上 他有聽到那個耳邊轉換的聲音嗎 他後來都不敢回家睡 他都睡宿舍這樣 對對對 因為他覺得可能手內氧氣比較重 他就睡了手內 沒有回屋處睡 可是案子太多 他覺得很受不了 一直找他 可能半夜那個時候 可能沒什麼車子 也可以車禍 那就他要處理 他覺得受不了了 他決定去拜拜 然後跟那個死者 可能當著他的那個生柱牌 什麼的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啊 最近真的很不順 那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那我可能就是幫你處理一下 送電子請給你這樣 請你放過我 拜託你放過我 那後來案子 才靜靜的清理掉 靜靜的好轉